我从事漫画出版小说以及电影与行业超过20年 然后在这20年我发现其实在市场上有很多IP不错的都被埋没 或者这么说其实只有小部分人能接触到这关业 在出现这个blockchain ICO之后呢 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一个ICU的方式将版权IP这一块能够有效的放大 以及能够更迅速的把它的版权持人手上的IP 或者是不同类型的IP能够有效的被开发 以及它们的价格放大 随着中国市场的崛起 IP这一块的价格被放大越来越厉害 大家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迪士尼会花那么多钱去收购了Maurot 它总共花了44亿美金 那后面大家所看到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从漫画的IP感变出来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IP就以最简单的盗幕笔记 它已经去到3000万 就是一个电视的或者电影的版权 那我自己本身在经营这个IP版权的过程里面 就是有一个很大家座而熟能香的IP就是电影的古获仔 那古获仔其实是从漫画延伸的 漫画本身现在已经出到2900多钱 现在还能出版 那我在2015到2016年光是这个IP呢 我们的版权收入已经达到的借钱稿率400多万 那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本身或者是在亚洲本身 其实有很多IP是可以被放大 只不过是大概没有一个平台 也不知道怎么去销售 因为毕竟在过往的历史里面 所有的IP的交易也好或者是开发也好 都是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 而随着电影市场或者中国市场的崛起 IP这个业务呢 它将会是个相对可以放大 或者是让更多人进来投资的一门 既有权利的一门生意 我们会拯用了西方跟我们过往的亚洲的一个经验 来开发所有的IP 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从事漫画出版业 已经超过了20几年 后来我又在电影行业 就是也做了快10年 而目前来讲就是我跟美国著名的好莱坞制作人 也进行了一连串的沟通 那我相信这个平台成功的建立之后 大家版权IP的作者或者出版社 把他们的IP放到我这个平台上来发展的话 那我认为猫的未来的三年到五年 将会是成为亚洲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平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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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